我们今天呢 再来看这个平面运动 平面运动也是属于运动学里面的一个部分 那比较常见到的一种平面运动呢 我们称之为抛射体运动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到的 我们丢一个篮球 或者这个在地上呢 把一个足球把它踢出去 它的特性呢 就是它的整个运动开始到结束 它的轨迹呢是一个抛物线 那它最大的特性呢 就是它在水平方向做的是等速度运动 那垂直方向呢 因为它是受到重力的影响 所以它做的是一个等加速度直线运动 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枚炮弹 它离开炮管的瞬间的速度呢 假设是每秒钟100公尺 这个我们称之为它的初速 那这个泡管呢 离开这个它的仰角呢 假设是37度 这个我们称之为抛射仰角 那因为它在水平跟垂直做的运动方式呢 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的速度呢 分解成水平的速度跟垂直的速度 它的水平的速度呢 永远一直都是朝向这个方向 那我们用这个100呢 乘以cos的37度呢 等于意思也就是说 它在水平方向的速度呢 始终维持每秒钟80公尺 那垂直方向的初速呢 因为它是往上的 它就用100呢 乘上sin的37度 这是它的初速啊 它的初速呢 是每秒钟60公尺 但是因为它受到重力的影响 所以它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它是减速的 那我们知道从这个地方 到达这个最高点 因为一个抛物线 它一定有个最高点 我们称为顶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它一个上升的过程 那这个上升的过程 这它的速度一直在递减 虽然水平没有影响 可是垂直呢 它受到重力的影响 所以它是在递减 所以它整个上升的过程呢 它的速度不断的在递减 那递减到最高点的时候呢 它只剩下一个水平速度 因为它的垂直速度 已经变成零了 那假设重力加速度 以每秒平方 十公尺来计算的时候 它从这个地方 到达这个地方的时间呢 是六秒钟 那又再从这个地方呢 它的垂直速度又开始恢复了 那从这个地方 又恢复到达这个地方的时间呢 也是六秒钟 所以它走完这个过程 它花的时间呢 是十二秒钟 可是它到达这边的时候 它的垂直速度呢 已经达到每秒钟六十公尺 可是水平速度还是维持 每秒钟八十公尺 我们假设这个参考面 这条线我们称之为参考面 那下面的话 我们称之为地面 我们假设这个高度呢 是八百公尺 你可想而知你看 这个地方的速度是往这个方向 这个速度已经达到 每秒钟一百公尺 你看它走完这个短短的八百公尺呢 它花的时间才八秒钟而已 可是你看它走了这一段距离 的时间呢 是十二秒钟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呢 它落地的瞬间的速度呢 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 好 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